歡迎收看收看小明星的影片 歡迎收看小明星的影片 我們訪問做明濃的網條水果 有可能變成全台灣聽一些 過家吃鹽公演 我們在明濃過家吃鹽公演嗎 其實明濃過家吃鹽公演 我們在VSO看到明濃網條水果是重心 其實網條水果明濃是在上語 講到明濃的順眼頭 整個明濃開張是在店內 明濃是在兩旁順來開張 在那裡長條形的 所以說網貼水果不單是民藏的順眼 提到民藏的販水庫運動 因為是年來的精神堡壘 因爲發生有可能來的發生 所謂的民藏國家吃鹽公園 當然利福斯仲 幾乎經驗的網貼資助作為政策的宣示 不過最容易附的經濟國家公園法 有限度的保養有限度的開放 故事都提防傷三世母 最容易的討論 不過來看你們這些 那種的台灣體制的蘇傘 還給吃鹽公園的 除非除非歐洲醫院講 其實所謂的有料期 還給吃鹽公園在那裡有料期 它並不是一個必要的選項 不是一個必要的分區選項 假設有料期的分區化設的選項 拿到以後 那要讓你民藏 相信對那種民藏 還給吃鹽公園的發生 給他的意見 給他寬法 給他目標之外相同 然後香港問題先請教您的進會 跟四郎有料期 那種的分區化設的選項 拿到以後 你會看法案嗎 我認為黃碟萃骨全區保育 這個部分是共識 那但是就是油氣區可不可以化 這要回到我們一開始 就是在講推動的主張這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其實希望的是 國家自然公園是可以擔負 就是發展地方的文化這件事情的 那我們現在在講客家文化這件事情 我們是在衝一個可能性 就是有沒有像可能像英國那樣子 就是說把第五類的保護區 地景海景保護區 這個部分概念引進 因為在這個系統裡面 它是由國家公園 如果設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必須它要擔負文化 就是城鎮的這個發展的這樣的課題 那過去其實國家公園 都是一個比較大的scale的這個概念 可是我們回到美農 它其實是一個鄉村 是一個農村 那這個部分怎麼樣子去考慮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們看到 國家公園其實過去 像在金門 它就是以一個人文為主的 這個地方嘛 那黃蝶翠谷的確 它裡面的範圍很狹小 其實大部分的人都是在 船頭以下這個地方 來做油氣的活動 那很多人根本不會進到橫裡面去 因為第一 波度很陡 然後也沒有什麼樣子 就一條路開進去 也沒有什麼好 就是一般人是不會覺得 有什麼好觀光油氣的 那有沒有可能把這個油氣 是放在扣合 就是譬如說我們高雄市政府 這邊畫的一些 美農的密農 譬如說永安聚落 或者是就是有一些 就是過去還沒有實現的 像那個竹子門發電廠的 這個水博物館這些 我認為這個是比較重要 要討論的事情 鍾良 我希望我們要強調就是說 鐵順海要塑 它叫做國家政權公園的話 我們要說我們的問題是在 它是否合乎四地四法的問題 是不是四地四法 既然說四地的四法 法 國家公園法 地是哪裡 那土豆那裡說法的話 既然說那個算下的法 OK 土豆說的 基本上全區保育大概是我們公司 但是既然說 建設到這個 工業法底部的含有 包括油氣區 一般管制區 這種可開發區域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還要再兼顧 整個範圍底部 它現在現有已經 已被開發地區的 一個發展問題的話 好 那我們要談的就是地的問題 就是邊界在哪裡 既然說我們既然說 我們要談整個結構公園的海 既然拿美濃的海 既然我們談的所在 是在雙溪谷地這一帶 還是包含整個美濃 那這裡牽涉到範圍的問題 好 如果說我們今天談 還有整個美濃的法 那雅溪事情就更加必須謹慎以對 就必須要更加謹慎以對 以免來說 雅溪事情 其實都跟你說 美濃 甚至包括美濃 在地上包括省引體 有些有發展的 發展的液體 都會用於威力 作用它的根治 甚至引導發展的問題 可是現在都目前為止 我們都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到底現在範圍在哪裡 其實都沒有 我們都只是在一個架構的想像之下 在談美濃要不要化射國家公園 這件事情 以至於我們一直處在一個 看不到靶 但是一直在射箭的情況 那因為也沒有一個明確的範圍 就到底我們現在在談的 所謂美濃要化射國家公園 到底化在哪裡 因為沒有一個範圍 以至於我們沒有辦法很務實的 很明確的 來就以牙 先以為化射的範圍 以及土地使用分區的畫法 去進行一個討論跟檢討 就變成說比較沒有 他們有設置那種討論撲毀 所以變成說 以至於我們只能在架構上來討論 比如國家公園法分的分區架構 到底合不合理 那歐主任在那邊他就很倒楣 他就變成說 他必須一直在為國家公園法辯護 可是其實我們反的不是國家公園 也不是國家公園法 而是說這樣的一個法令工具 他用在美濃這個地方 是否適地適法的問題 反而我們談的重點在這裡 我想要在台東裡面的意見 不過要討論 我們部分的民藤鄉親 對民藤的妄想吹奪 成績所謂的 民藤各家資源公園 其他方法並想法是嗎 最大的希望說 家族牙本身 一種保養的力量 因為本身它屬於 一種有公權力的機關 所謂公權力量 它本身有批警察 那各位演出各家資源的公園 對地方保養的行為比較的全面性 家族牙本身的國家公園來說 最起碼說 在外面的人 他們可以在外面 在外面的人 在外面的人 可以做生意 可以帶到美濃的經濃 例如說 外面的人 可以在外面的人 比如說 有南朝 也可以帶到外面的人 做得 因為這個資源的公園相當好 但是在外面的人 在外面的人 相當多年 我們可以跟它 有個勇士的本人 考慮一下 這個資源公園 也要說 這樣保護市 大家可以去做 出來做 主要說 美濃也要麻煩 出來做 因為 在外面的一個 背後的重量 有時候就會做問題 不過我們要去 行動美濃 來個地方 那一方我們滿意 好 我們接下來的部分 給美濃向前 一件以黑人來向前 請教一下 郭主任就說 針對剛剛兩位 美濃在地的子弟 他們的發言 還有這些鄉親的發言 您覺得說 深色美濃國家自然公園 對於這塊區域 它的未來的願景 可能會是什麼 今天在整個 國家公園的 整個經營體制上面 今天只要化設 一個國家公園的話 其實它就是一個 國土計畫的一環 國土分三塊 一塊叫做都市計畫區 第二塊就是非都市土地 第三塊就是國家公園區 它是一個 這個計畫 它本身 從內政部援理完畢之後 它必須要報到行政院去核定 它是一個比較剛心的計畫 在裡面包括相關的這些分區 透過一個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的這樣的概念 來進行人力 跟財力上面的一個投注之後 它變成一個比較 強而有力的一個管理機制 這個是在整個目前 在相關的這些機制上面 是比較少的 我們國家公園這一塊 為什麼在相關的這些地方 會比較雇人院 什麼叫雇人院 就是人家很討厭 為什麼 因為它有一個 比較強而有力的一個機制 站在那邊執行 有時候在裡面違建 在地方政府或許不猜 在國家公園區 其實它就執行的 就相當的徹底 那所以這個 另外這叫做保育的部分 也當然是保育的很徹底 那也就是說 我們除了法令的規定 是一個這樣的規定之外 另外還必須要配合一個 強而有力的一個管理機制進來 它才能夠成就一個 真正的一個保育的區塊 不過我提到他給鄉親說 加斯跟申請各種的培刷 民眾的國家資源公園以後 那是否民眾水庫是做得不行 不過當代民眾的國家資源公園 給它搜索 將來如果生涉成功的話 它搜索單位 那你真的不會影間數 那他一下影間數的數字 對於加斯網站水庫 變造民眾的國家資源公園以後 他是不是做不到 是民眾水庫的呢 他一下你的影間數數字 要撕穩的告白 化国家自然公园跟水库 这个是两件事情 假设说化为国家自然公园 然后水库我不敢讲 因为水库如果就完全不盖 事实上现在是不盖的 应该是 我觉得是两回事 不过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因为我刚才讲过 国家自然公园 它是必须要经过行政核定 水库一样必须要经过行政核定 那如果它认为水库 它会牵扯到整个国家的利益 那这个我就很难讲了 现在应该是一个压师文压师长 其实这种的塞 国家自然公园 然后民众水库的行政 那种匹市 所以这里亲难过 主要是因为水库整个禁止铺水 只能挽在那里 所以都带那两回事 因为那模型都要做一个机关 不过手的饭水库方面 看法师傅 想先请教一下 宗良 您的看法 应该怎么办 到今年 台湾其实有好多地方 事实上因为面对了一个工业区的开发 跟土地污染之后 很多地方上的一个有制团体 事实上大家都非常的焦虑于 就是有关地方的一个乡土保育的一个问题 所以事实上 今年也有一个地方 就提出希望能够划设国家自然公园 所以听到过程中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 刚才说 如果有什么看法 就好像说 我这里也要帮就是欧主任 诚信一下 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完全就是 认同国家自然 国家公园组 就是说主管机关 尤其所有的同仁 在推动整个国家公园 跟国家自然公园 在管理跟营运上面 是以保育这样的一个方向 跟目的作为一个宗旨 但是我们今天 我们一直在谈的质疑 其实是指说 他在法令上 他所留下的后门的问题 以及是否是法是地的问题 听到今儿说 台湾来到这样 目前来到台湾 就是我们面对很多 事实上是一个什么 是因为很多国土 尤其像西海岸 事实上面对的是一个 工业开发以后的一个污染问题 那就有些东西 其实就从头都黄副作讲的 有些土地事实上 因为遭受到一些污染 跟开发使用以后 它已经呈现是一个 不可逆的现象了 但是我们不希望这样一个土地 被破坏被污染的情况 不可逆的情况 是不断的被扩大 所以我们就只好采取一个 找到一个就是 类似像国家公益法 这样一个法令 用油气区或一般管制区的方式 干压的已经被破坏或被污染不可逆的地方 是不是可以稍微把它框起来 然后设法在这边去发展一些生态旅游 或者其他的一个产业模式 去协助地方上的发展 但是呢 让这样的污染跟破坏不至于再扩大 以至于会有油气区或是一般管制区这样一个化射 但是我们也希望其他用比较重要敏感的地方是 它不要再被一些污染给拦止了 所以呢我们要设定核心保护区 包括死机保育生态保存跟特殊景观 是这样子来的 那这样子来的时候 回归到我们来到米農 就开始黄蝶翠谷的时候 有些地方它本身 事实上它就没有那么大的开发压力的时候 我觉得这时候你要化射这样的东西就要小心 因为你本来这里就没有造成 很大的不可逆的一个情况的状况之下 事实上我们应该把握机会是 趁这个时候给它一个好的管制法令 但是在过程如果不小心给它了一个开放法令的时候 事实上有可能造成的不是 不是我们原先对待其他 已经被污染不可逆的地方 所以希望达到一种就是管制的效果 反而会是引导开发的效果 好 所以要做好这种的管制 但是在引导的部分其实太大要当受理了 但是对于犯罪区要去施行 我说老实在 跟次元公演了 罪区是要不卸的 来两件施行 因为当都民众向心 还直接反映说 按当好啊 按什么稀罪区的 那部分台湾营建署的署长 显然他说来就是说 跟经济部的任务范围 不用跟营建署的 所以今天没办法回答 跟你的部分清批的关法的影响 我想就是说国家公园过去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很多的案例 包含就是在太鲁阁 它其实也设立的时候 也挡下利物锡的水力发电厂 那还有在玉山化社的时候 就是中横的开发 开路的行为 其实也在叶斯文署长的时候挡下来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过去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未来水库这个事情 是不是能够透过这样的行动 就是让它在一个难度 比较高的情况之下 我想刚刚我们的前总干事业 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 就是它取决于美农人的共识 但是这个共识 它并不是一个禁止的形态 它是一个不断行动的过程 那我们认为这整个在推 就是先自然保护区 后国家自然公园 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不断行动的过程 那但是呢 其实过去我想林务局在法规的工具上面 我们其实在过去也看到一些不足的地方 这个不足包含就是过去 前20年美农要新建水库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林务局也预设 就是要在这个地方成立所谓的森林游乐区 那保育组其实做了很多的这个陈述 希望这个双溪乐带树木园这些能够保育下来 不要去开水库 可是它上面还是有一个更高的这个主管机关 就是行政院之类 那当这个经济部水利署要 经济部要核定这样的时候 其实作为农委会林务局这样的三级单位 它是没有办法去抵抗的 这个是我们所能够理解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那国家公园它在法规上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比较重大的开发建设 除了要透过还评之外 国家公园它有一个审议机制 那这个审议机制是直接审完之后 是由行政院 就是衡报行政院核定的 那政府只有一个 那怎么就是说 它当然水库还是有可能 如果国家有一个重大政策需求的时候 可是它在难度上 我想还是会比就是我们在画这个 就是一般的就是其他的保护区 在强度上它还是有一个更高的位阶 请问您的意思是说 其实国家公园法 在清合的法庭的工具 做得来控制民众水库的形式 但是但是您在民众国家自演公园 因为省下省工 其他清聪业的部分是说 民众的控制 在哪里的安装 一百一百讨论 并交通的工程当中 慢慢的建立起来 是不是说民众自由一带 民众国家自演公园的现行 也要说制作的现彩 成林报复起 也要说其他没有共用的现行 也要说那种两种现行 在同时存在 也要说其他没有共用的可能性会出来 最后在那里 在近边通经行的工程当中 慢慢慢慢的凝聚 他禽畜的 困住的幼貌那也改了 我想最后是不是就请教 我们的台湾的来宾说 针对我们今天的讨论 做一些建议也好 或者说您的看法提供也好 先从欧主任开始 大家很多人都在讲到 一个礼山倡议的这样的一个形态 它是一个生产地景 它实际上是一个保育 它又是一个生产 它又是一个生活 那如果是要把这几者 都要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不是划设一个国家自然公园 就完成的 不是那一回事 今天它本身是一个成就条件之一 它可能必须要各个机关 包括领务局 包括我们市政府这边 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透过相关的这些都市计划 或者是我们国家公园的体制 或者是我们自然保育区的体制 把这个地方把它成就出来 才有可能变成礼山倡议里面 所讲的生产地景的这样的地景景观 我想这不是大家可以一起来共同努力 来成就这个地区的 那到底是要变成什么样子 其实我觉得还是必须要把球 再丢回到这个地方 地方有一个很高的共识之后 那才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好 那接下来就要请教我们的这个 吴局长就是说 其实今年就会提出 这个生设的规划数就会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行 所谓的比较实质的内容的讨论 就是说到底这个假设 就是以市府的政策来讲 是一定要去生设 这个美农国家自然公园 它的范围是不是在 接下来一年里面 会密集的跟我们在地的乡亲 进行讨论 把范围轮廓规划出来 其实我觉得国家自然公园 这一个系统的尝试引入 其实是要放在地方的脉络 也就是说政府的任何行政作为 坦白讲应该是要去尊重 和包纳它的一切 包括地方对某一件事情的看法 地方在这么珍惜 珍爱和担忧的事情 那一件事情的政策到位 其实要把它的全部一切 放在里面 包括地方的观点 市府的角色来讲说 是把国家自然公园 当作是凡美农水库的一个政策工具 不会 坦白讲这样讲就差劲了 就差劲了 我们要看待的 其实不只是那一片 应该留下来的森林 更要知道它这片森林 对当地人的意涵 同样的 它在所谓浅山地区 包括平原地区 很多人在里面也在生活中 他也在每天过着日常性长命的生活 这一件事情 某些居民他会有自己的见解跟看法 他可能朝向开发一定会有 也可能倾向反对 这件事情也是地方的价值 这个价值在上位其实就是地方的文化 地方观点 所以市政府是看到这样的价值 或看到这样民众的想法 把国家自然公园当作是 变成升格为大高雄市之后 这个美农种农村地区 可能被边缘化 去平衡这种城乡差距的发展 一个政策工具 我相信 这个我们的地方民众社团 也包括市政府 还没有打算把我们这样的一个主张权力 完全放手给中央 坦白讲是这样的心情 可是我们也完全不会 还是中央的某种可能走出一条秩序 一条路的这个机制 让他放到地方来 做一起的链接跟结合 特别是这里面有些经营的力道 和资源在里面 应该去拿出来用的工具 不要完全去担心他可能的破坏 坦白讲最后就是多有一些正面性思考 同时也要兼顾负面性的后门 这个五时五时 应该是两件事情都要一起来谈 好 所以从可塑性 从所有的索色中的民众社团队的方向 来看来 市政府因为说其实民众国家资源公演 它的可塑性前景上面是清澈的 大家努力的 跟清晰 跟民众社团队的方向 民众社团队的工厂 无论如果最后会成功 如果不是成功 如果是工厂 因为民众社团队的方式 他们从来都民众社团队的工作 不得上法院的办法 对这些私情 我觉得我还是一句话 就是说这个由下而上的过程 就是民间怎么看到 因为我想就是 包含就是提出这个责疑的赞成 但是责疑的这样子的一个 里面法条的一些社团 他们其实都是长期在地 那很多就是对地方的这个想象的蓝图 很实际的跟民众的接触 这些都有的 包含就是我们 我很尊敬的这个温泉总干事 就是他在他任内也完成了 这个美农文化造证的这个蓝图 几乎美农整个 哪边是生态公园 哪边是中理合的文学地景 哪边是水的这个文化的地景 哪边是一个水源保护区 哪边是特定的这个农业的重点发展区 其实都已经规划出来 那他跟很多的社团也一直在行动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有很多事情 还没有落实到一个很实际面 就是说大家其实是还在一个不满意的阶段 那不满意是一个好事 就是我们会不断地求进步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 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 对于美农人才是最重要的 针对这个黄蝶脆骨要化为这个自然保护区 目前林物局的这个进度 大概到什么样的地方了 那如果说他被化为自然保护区之后 林物局对这个地方的 不管是管理的强度啦 管理的效率啦等等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说明让乡亲更了解 好谢谢 我发现今天似乎看起来会有中缩分营 或有不同的争议 其实关键点就是资讯不足 今天我们很感谢客家电视台提供这么一个良好的平台 终于我们在这里了解说社区居民到底希望的是什么 然后期望的或者他估计的是什么东西 那其实林物局经过了12年的前置作业 也完成了所有的志愿调查 包括动植物 水生生物 吸流植物 甚至于权益关系人的访谈等等都完成了 权益还有那个钢压计划书也都完成了 所以在经过这样子我们更知道应该来改进的 应该在这我们在近期内8月 我们就会来进行多场次的说明会 也欢迎各位乡亲来共同参与 我们一定会尊重大家的意见 我们来凝聚共识 所以会把它纳入经营计划就可以核定实施 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可以更慎重的重新来思考 设置自然保护区是一个最好的选项 中梁 近期内政部应该所有的各家公演组 变成您的任务区 都提出了新的领域 跟明农自信用办法来看两方领域 在这一次的一个就是明农在谈一个 就是说地方发展的过程 不管是它在选项上是 到底是国家自然公演 还是说是自然保护区 还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个选项方式的时候 我觉得重点不在于 它选择了哪一种 选择了哪一种策略方向 而是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们有没有可能看到台湾在未来 在看到一个地方治理的过程里面 怎么跟官方重新发展伙伴关系 以及地方上重新发展 它自主性一个 就是自主发展力量的一个过程 那刚刚也要碰碰我来过重点吧 好 刚才这样 最后想请教杨总干事就是说 柴山花了 你说后面当然不止18年 但是具体来讲就是说比较有线性 就是有18年的时间 这18年的时间你们做了哪些事情 这些事情你觉得是非常重要 在今天这个场合要来提醒美农的乡亲的 或是提醒关心这件事情的人 不要忘记国家自然公园的制度也好 或者是零物局的制度也好 他们都一定会开后门 而要把这个后门挡下来的不是人质 今天我可以很把百分之百认定 欧主任他可以守住这个关卡 但是下一个人来的时候 谁知道这个长官 他首长会不会善用那个后门 其实这个都是你无法去预料的 但是一个制度不能被定死 他本来就会有蛮 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 但是是站在这个后门可理解的 这种情况之下 去为对方设想 你不能去逼退谁 更何况你前段时间十几年 零物局已经做到这样的时候 你现在是要用一个局势 叫你零物局下来 成就我国家自然公园 荣誉都挂在我营建署身上吗 我想任何一个局处都不会吞下去 那今天你要站在的是 退后回来想 你美龙到底要的是什么 你的条件是什么 你人的条件也好 自然的条件也好 你是一个农村的一个小镇 你到底要什么 你要成就的是什么 我就会要回到最根本的问题来想问题 接下来没死一步棋 我认为是应该要小心 而且更替对方多想一下 而不是冒进 然后再去决定一个政策的工具的选项 我认为这才是会最贴切的 好 今天出品台湾特国人的讨论本了解到 会把赤岩公园都带那些 用百姓家的存在防胜 要用一个议题到民农经常讨论 可能因为说 那些民农的事情 但是其实是要贏的事情 因为明天事情发生到台湾的兔鸡状 对老女老奶都会有关系的 还有存名台湾所关系的 感谢大家收看 送大家按赞再来 请不吝点赞再来